今天我在后院详细的讲解一下新洲炒米粉 有部分的小伙伴在我上次的那个视频的下方留言 就说哎呀你炒米粉为什么没有打粉 然后我还是那句吧 如果家庭炒米粉的话 如果你不是特别追求说外面餐厅的那个风味的话 我是觉得用我上次视频里面的那个冷水泡的方法来做的话 就更加的方便和容易上手 而今天是一个详细的炒米粉的视频 关于打米粉这个过程是什么 我接下来马上讲解一下 先说一下打米粉需要的工具 一般餐厅的话它打的话就不止一包了 可能几包一起打 反正我们家庭的话我就是一整包全用了 然后这里准备一个大的漏网 以及一个漏网的内径差不多大的一个碟子 至于等一下漏出来的水不要浪费的话 你下面就可以准备一个大碗 这是打米粉的三件套 这里的话我就差不多烧开了一锅水了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 将米粉放到热水里 迅速用筷子搅散 迅速用筷子搅散 在热水里煮一分钟 一分钟时间到 倒到大溜往上 将水分尽可能倒干净 用筷子将米粉倒散 基本上把水分弄干之后 我们就拿这个盖子盖住它 下面的话我们就将这个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 将这个米粉吹得相对凉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米粉就算打好了 至于为什么那么做吧 可能粤菜的厨房里面是那么解释的 一来这个米粉打好的米粉的话 非常的干爽炒起来非常的方便 但其实这个跟冷水泡达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打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用热水激发你米粉的那个米香味 这是相对于用冷水泡来说 是它独有的一个优点 但是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为什么没有用打粉这个方法 一来的话打粉是存在一定失败的可能性的 由于你粉质不好 或者是你掌握的那个时间不对的话 有可能整包粉脱掉 这样就浪费了 二来的话这个打粉的话 煮完还得吹凉 时间的掌握上也不如我之前用冷水泡的那个方法 更适合家庭 至于哪个方法更好吧 下午办自己决定 然后我们趁着等粉凉的这个时间准备一下配菜 这个米粉就是拿了盖子焖了半个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就拿手把它稍微弄开一点 这样就可以加速它的那个冷却 那可以闻到 的确是跟泡的相比的话 它有一个米的香味散发出来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米香味是有点玄学 即使你用冷水泡完之后炒的过程中 它有没有米香散发 我觉得还是有的 这个米粉就像是打好的状态了 介绍了主要食材 这里就是打好的米粉 肉类方面 我这里有大概半个鸡胸左右的鸡胸肉丝 跟我之前鸡胸准备视频里面一样 用小素杂处理完之后 这里就简单的用酱油糖 生粉 麻油啥的 拌了一半 这里还有大概小半块的那个烟熏火鸡腿 肉切丝 然后我可以给小伙伴看看 这就是这个烟熏火鸡腿 我基本上每次用就切一块 切一块那样出来用 对于家庭来说 我觉得这个会比叉烧或者腊肠用起来更方便 加上味道也非常的好 而且健康 然后这里还有点虾仁和袋子 然后配菜方面我这里用了两片那个煲菜 然后还有一些鱼衣甘蓝的一个叶子 这里有半个洋葱 两根青葱 然后小米辣 然后这里有两个鸡蛋 最后这里有个新洲炒米粉的一个酱料 一勺黄姜粉 八分之一块左右的咖喱砖 切碎 我今年发现的一款很好吃的鱼蛋酱 做这么多 我们马上开始 锅烧热 先来一点点油 将锅饼尽量都润上 将米粉下锅 先量把米粉平出在锅内 通过调整锅的角度来将米粉的鱼面煎香 这时候不要翻动米粉 这时候不要翻动米粉 沿着锅边再补点油 完全是补单锅的 检查一下煎的橙色 检查一下煎的橙色 将煎好的部分翻面 还是要尽量将米粉搅拌 还是要尽量将米粉搅拌 两面都煎得略微发黄 就可以全部生出来了 重新再下油 将料头炒香 酱料再下铃鸡蛋 炒香鸡肉丝 火鸡椒丝和海鸡 将擦鱼浆加过 稍后煸炒至香味 将食材扒到一边 重新下油 加鸡蛋 大火快炒 大火炒至香味 炒至香味 煮菜翻炒就可以将米粉回锅 大火快速煮炒 调成小火 让米粉尽量均匀上色 用米粉将之前的调料盘都擦干净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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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快炒至酱汁 最后放入青葱干 一碗烘火 完成了 春葱 不客气了 热火 热火